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娅 当要涉及别的专业领域 听专业人士在讲解时 会不会遇到有听你却没有懂的处境 如果要向完全不懂这项领域的人分享想法 将复杂陌生的东西说得浅显易懂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该怎么做呢 在一言别的讲述中提到 沟通顾问艾文托夫分享了以下四个做法 提供给各位参考 首先了解听众 事先知道你的听众是谁 背景是什么 思考他们认为重要及有兴趣的事情有哪些 针对这些特点来做说明准备 假如你无法事前得知听众相关背景资料 不妨直接询问对方 看他们对于即将要谈论的议题认知程度到哪里 以此来调整你的内容 第二 哪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 根据研究指出 人们的大脑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情 也就是不能一心二用 为了帮助听众记住吸收到的资讯 你可以思考下列两个问题 一 当听众只能记得一件事情 那应该是什么 二 为什么听众要在乎这件事 上面两点可以帮你判断最需要传递的资讯 让听众更容易理解你在说什么 第三 加入背景说明 当我们传递讯息所使用的字句和范例 往往决定了听众是不是了解 并记住你所说的话 因此必须加入适当的背景来服务说明 通过背景加深听众思考的情境及印象 最后 避免专业术语的用法 常用难懂的术语 看似专业 但听众不一定能理解 因此在说明事情时 应该尽量使用简单日常用语 避免缩写和专业术语的出现 对非要用到专业术语的状况 一定要多花点时间来解释 撑出沟通门槛的状况 希望以上四点能帮助大家 容易让听众快速又轻松了解你的想法 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